我们在这一节呢看一下群组灯光 同时看一下灯光中的名称的精确的应用 这边呢我们就打开我们的群组灯光 当下的AEP加载一下 在这个项目中呢我们看到除了默认的摄像机外 我们这边会看到有非常多的灯光 这边添加了将近160盏灯光 那灯光呢都是相同的 每盏灯参数都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这边呢有一些差距 我们看一下 每个灯光它前面都有一个名称 比如这个是A 然后这个灯光呢是B 强度都是100 那我们在这个视图菜单中 显示一下图层控制 每个灯都是A B A B A B 这样子上下排列下来 那这样子我们看到完完全全的排列到了所有的屏幕上 当然默认情况下 我们这个OF图层选中 我们先在视图菜单中 把这个空间隐藏一下 这样子呢灯光的空间不显示 你可以看到预览的内容 选择我们的OF图层 我们前边呢看过它的核心的来源类型 这边我们继续选择跟踪灯光 让它呢跟踪所有的灯光 你会看到图像变成一团白色 因为我们所有的灯默认发出的亮度已经达到了最大的数值 这边我们可以说把这个亮度缩小一点 比如说35 可以看到光源已经开始减弱 那这个灯光的大小 整体调小一点 那灯光强的感觉已经出现了 但是这边中间呢有一部分非常的强 原因是我们这边点击选项之后 它中间默认灯光是我们看到的这样 我们是不需要这么多元素的 这边点击一下清除所有 我们这边可以呢去加一个默认的灰光 或者加一个光线 加一个单独的这种红光 那单独的红光的话我们可以选中 它的距离可以改成零 这样子加到一起 然后也可以呢加一点平滑的参数 那往下它的形状的地方 我们可以加到 比如说35 当然这个多边形的话 我们可以将它改成圆形 更平滑一点 那这个光线的线条也可以缩短一点 我们不需要这么长 我们可以在它缩放的数值中 比如说只要一点点 然后这边呢确定一下 初步的效果我们看到已经出现了 因为你说的灯都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这边如果改了 灯光类型的名称 把这个任何 比如说改成A开头或者是B开头 我们在图等中看到 灯光呢有A B 所以它的大名称在前面 我们这边就直接切换一下 比如说你选择A的话 相关A的灯全部显示出来 你选择B的话 相关B的灯显示出来 那这样子我们在这个OF上 先选择一下A灯光 这边可以改一下它的颜色 比如这个灯我想要蓝色 我可以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蓝色 确定一下 然后你还可以给它加一点闪烁 前面我们学过闪烁 那么在这边我们就随机加个数值 比如说闪烁15 40 这样子我们看到非常的漂亮 那这个A灯光有了之后 我们的B灯光怎么样呢 让它实现出来 这边并没有可以选择B灯光的多余的方式 方法很简单 你只需要把OF插件选中 我们在编辑菜单中 直接选择一下重复 等于说你复制出来的一个灯光2 那么这个灯光2中 我们就修改一下颜色 首先你把这个A改成B 这样子类型产生了切换 然后改一下颜色 这次我改一个暖一点的颜色 两个灯光都在一起的时候 插件默认显示一个 我们这边把它的渲染模式 从黑色改成原始 这样子两组灯光就一起进行显示了 可以看到非常的漂亮 然后我们这个灯光可以改一下闪烁的类型 这个我再随机改一下 所以两个灯加的颜色不同 闪烁不同 你会看到这个结果非常的漂亮 完全是随机化的显示 我们在下一节呢 探索一下OF中的一些特殊的用途 前景层的一些屏蔽的用法